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年的时候 我刚好唱到了电影《亲爱的奶奶》 主题曲的demo 那刚好那个时候 我的声音就被曲友宁导演听到 那他觉得我的声音还不错 所以他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然后让我为他的电影《亲爱的奶奶》 唱宣传主题曲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很特别的机会 让我觉得我又对我的梦想 好像又更靠近了一步 这次站上金牌麦克风的舞台 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 自由这个舞台 然后让我要当歌手这个梦想 可以更靠近 更发光发热 大家好 评审老师好 我是来自新庄福人大学 英文系的姚光婷 那在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小学五六年级吧 我收到一个录音机 当我的生日礼物 那从那一天开始 我每天的兴趣就是拿空白的录音带 然后把我自己唱的声音 一遍一遍录下来 然后再自己记录说 诶 可能这个字 有点走音 或者是这转音不太自然 然后就自己一次一次 然后再一直修一直修 修到我觉得 可以很好为止 因为我觉得在唱歌这方面 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那其实 我其实不是一个对自己 很有自信的人 因为我觉得 你看路上正妹这么多 身材好这么多 那大家都多才多艺 可是我觉得 我都没有他们的优势 然后 我也有一件事情 就是 唱歌的时候 会让我觉得 我是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 我今天就鼓起勇气 然后站上这个舞台 希望让自己的声音 被更多人听见 然后 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刚刚那个 得脑流的 陈彦霖 是我高中 很好 很好 很好的朋友 那其实成为他的朋友 我觉得很骄傲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 过关斩将 然后 就是 到更大的舞台唱给更多人听 把温暖带给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千万不要在意外形这件事情 好 我都可以在演艺圈25年了 对不对 你就知道观众多善良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有迷人的地方 谢谢 这怎么好意思呢 但是真的不要在意外形 你看看那个 今年金曲奖 佳佳 她入为新人 又入为女歌手奖 谁在乎 谁在乎那些外形 功力最重要 好 只要你有功力 轮光焕发一起来 什么都不在乎了 好 谢谢张哥 当然能瘦一点是不错了 OK 那么 接下来要唱什么歌呢 我要唱《梁静茹的崇拜》 好 加油啊 好 谢谢 请开始 好伤好 technique 可恢够 好伤好 孔静茸的崇拜 好伤好 孔静茸的崇拜 好伤好 孔静茸的哭 好伤好 孔静茸的崇拜 好伤好 孔静茸的崇拜 好 孔静茸的崇拜 好 孔静茸的成功 爱好 others sa 我的姿态你的青睐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你以为爱就是悲哀 你挥霍了我的崇拜 谢谢 谢谢老师 其实你唱歌很好听 而且我觉得你唱歌非常有感情 非常的好 谢谢老师 只不过我觉得你到副歌的时候 声音出了状况 平常就要保养 好不好 好,谢谢老师 剩下的就是明星样 你刚刚不是说不重要吗 我又不是说体重 不要随便减肥,真的 演艺圈有很多例子 随便减肥整个脑都怪掉了 真的 很多艺人就疯掉了 譬如说 得罪人嘛 你知道我讲,对不对 你先讲两个 你知道真的真的 做自己就好了 但是要有一个风格 像刚刚你的那位同学 虽然他也是 就是一个上班族 可是他站在台上有一个样子 你要思考一下 好 然后台事件 恭喜你 乖乖 下一位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北城市科技大学的王鹏文 我的有一个绰号叫 鼠霞 指的是见义勇为 扶贫激弱的人 王鹏文自称鼠霞 难道他是七霞舞异 紧毛鼠的传人吗 还是他的歌声像老鼠一样 我是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就是有一阵子 非常非常的爱养老鼠 所以班上同学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 叫鼠霞 我以前有只老鼠真的非常的具有灵性 我只要拍拍的时候 它就可以跳到我手上 然后呢 而且我之前曾有一次就带到学校 然后我那个制服就有口袋 它可以在我口袋里面睡觉 所以如果就是 我应该是全台湾文一个就是老鼠的训兽师吧 如果大家有关于老鼠问题都可以来问我 谢谢 你是哪一种老鼠啊 我想三线鼠 三线鼠 好 各位观众 看电视让您长知识 三线鼠是身上有着三条线的鼠 不是山线 海线 纵冠线的老鼠 有个可爱的别名叫啪啪鼠 对 真的养什么 像什么 不是 真的 我觉得你应该会学那个老鼠的表情 对不对 没有 没有这件事 没有 有啊 明明就很可爱 你有一点 你嘴有点土拨鼠的飾 对啊 一点点 一点点 很可爱 很可爱 谢谢 对 所以你会 你有帮他取名字吗 现在这只叫Yellow Yellow 因为它的颜色是 它不知道什么 就是背黄黄的 头也黄黄的 我就叫Yellow 了解 对 我们问这个干嘛 我们就叫老鼠 好好唱歌 好 来 你要唱什么歌 王兴玲的羽毛 请开始 analyse 作曲 Whats 多么沮丧 承认世界并不像童话 王子公主很傻 喜剧收场 不是只要够勇敢 够善良 就会有仙女帮忙 实现月光 慢慢的问 其实失恋是一种力量 因为孤独让人可以回想 是在那边该下车 却没想 才到我一个不想到的地方 有时候爱是散红的羽毛 谁拱着都有微笑的眼角 在干嘛在手心沉沉的睡着 一起风又醒我 那么轻飘飘的走掉 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 相望穿超越自己的渺小 成为寂寞城堡 光不了 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 谢谢 谢谢 非常难形容你唱歌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你唱歌有时候又很像 在唱儿歌 但有时候你的抖音又稳定到 很像老歌星 然后你在唱副歌整个冲上去的感觉 又很像在唱进化歌曲 就很难去形容你唱歌的感觉 但我只能说我觉得你的唱功很好 我觉得你未来会很有机会 你要好好的加油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的唱歌的能力 是非常全面的 就像李老师讲的 其实但你要找到自己 属于自己的一个定位 跟你的辨识度 就是你希望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歌手 那我觉得你可以是 可以演绎一些比较甜的歌曲 然后会是非常要讨喜的 因为你站在舞台上面 你的样子本身就很讨喜 对 或许你可以选择那个方向 那条路 好 我是觉得它反差很大 就我们刚刚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是一个样子 讲起老鼠啊 然后现在的笑容 一唱歌的时候 你那种投入的感觉就是我们要的 很多歌手就这样 一上台的时候 哇 眼神飘忽啊 然后看灯啊 看观众看天看地 但是你就是真的很气 你刚唱的雪白的羽毛 真的很气耶 雪白的羽毛啊 真的很不爽 它让我想到那个日本的中蹈眉雪 对 有那个感觉 就是你就是很气 但是那个气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不讨人厌那种 我觉得是一种坚定 你唱歌的坚定感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可是它笑容又这么的甜美 你 你精神分裂耶你这个人 你有学唱歌吗 没有耶 无师自通的 全家都蛮爱唱的 可不可以播剪之前 如果是加分题 你要唱什么歌 我之前说我想唱 叮当的我爱他 唱唱看好吗 好 我爱他 轰轰烈烈烈最疯狂 我的梦 狠狠 碎过 却不会忘 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 情节有多坏 都不敢醒来 不爽什么 你在不爽什么 就是 就是想像一个 一个就是背叛 背叛 对 所以你很近得去那个歌里面 可以想像的话就多想像一点 是 你看他讲话就真的就像个小女生 一唱歌就像个怨妇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 其实当一位艺人或当一位歌手 最难得的其实 除了唱得好跟本身条件之外 最重要是他的特色 你就具备有这样的特色 谢谢 你非常的好 恭喜你很看好你 加油 谢谢 我要说的是 因为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唱歌 如果我有机会 成为歌手的话 那我希望我们全家 可以组一个阿卡特拉 對,包括可以是中音 姐姐就可以是导音 因为我觉得唱高音跟声音 非常厉害 就可以 咚咚咚 咚咚 那一个啦啦啦 就是组成一个阿卡特拉 加油 金牌麦克风 决战真理大学 目前 十五位挑战选手中 有四位失败 十一位过关 本周战况激烈 选手精锐进出 下周 将有实力更强的选手登场 决战真理大学 Part 2 千万别错过 今天男生 我最喜欢这个声音 非常地有机会 你唱得好,外形好 身高比例 整个气势都非常好 给你的爱 明明只决定 不下来 谁抱着 依旧醒来有人陪 我对于人心都有预备 还不算太黑 今天我要介绍一个人 他能弹 能歌 能写 能唱 他就是蛋糕李博依 让我们欢迎他 真的很好听 就是完全被你移住了 好好听 每一次我们家族要出去唱歌的时候 我可以在好乐迪或是钱贵 不唱任何一首歌 就坐在旁边吃 狂吃 但是我知道 就是我不是靠着身材 我是音着我的歌声 然后去吸引大家的注目 大家好 我是推荐人 下一位 下一位 老师友 我推荐一下嘛 你来当推荐人 对 当然 帮你的学弟妹推荐 是 我这尊风吹过来 这尊风吹过去爱你